回到国内,新北市五连霸的市议员白佩儒被爆出涉及贪污弊案 检调掌握到白佩儒,她从2009年到今年的4月期间长达15年的时间 涉嫌利用人头来诈领助理费 今天一早是兵分多路前往她的服务处等等的多地展开搜索 一共是带回了白佩儒等等的11位被告跟两位证人出面说明 其中白佩儒的父亲还有一位张姓女子 晚间复训之后是被预令3万元交保 面对记者询问不愿多做回应随机在调查局人员陪同下快步走进市林地检署 他是新北市五连霸市议员白佩儒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遭到检方约谈 白佩儒的父亲同时也是前立委白天之 一样被列为被告移送试检 复训后被依3万元交保 而白佩儒的妹妹和助理也都遭到约谈 白佩儒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小心 辛苦了哦 同一天上午检调人员兵分多路 除了来到戏纸康宁路白佩儒服务处展开搜索 查扣一箱箱证物还带回了11名被告2名证人 而根据检方调查 白佩儒从2009年开始至今长达15年的时间 涉嫌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不乏所得高达百万元 只是他前一天才刚出席中秋晚会和民众欢唱同乐 没想到隔天就被检调搜索约谈 也让议会同事感到震惊 白佩儒在地生根多年 这回却卷入诈领助理费怡云是否真的涉及不法 还得等待司法一一查明 记者赖信姚永中留存为台北采访报导